接庭战败后,纪汉的情况愈加艰难 马苏被斩,赵云病死 唯一的收获是天水参军蒋维投降纪汉 魏国这边呢,开始搞西部大开发 让曹家第二代军事优秀代表曹真坐镇长安 曹真又派名将郭华安、郝昭分别坐镇上规陈仓 郝昭又在原亭层城的旁边修筑了一座尖城 从此之后,诸葛亮北伐的难度一下子变成了地狱级别 但是刚刚稳定住关中和梁州 东吴那边又出了大事 226年底,也就是曹瑞刚刚登基那年 东吴老将韩当的儿子韩宗 因为隐乱不轨,害怕被孙权之罪 带着老妈家属不娶几千人投奔魏国 曹瑞欣喜不已,任命他为将军分广阳侯 不断率兵,侵犯吴国边境 孙权恨得咬牙切齿,准备报复魏国 于是就派人告诉颇阳军太守周防 你去找一些少数民族兄弟 让他们假装向魏国投降 我们趁机阴下魏军 周防回信说,少数民族兄弟不靠谱 还是让我去吧 于是,228年5月 周防就派了一名使者忽悠魏国杨周牧曹修 我家将军受孙权责备,害怕被杀 准备率郡归降 还望您能派兵接应啊 曹修没有轻易相信 派了不少奸细,前往晚线查看事情 周防演技大爆发 故意跑到了市政府门口 一边剪自己的头发 一边对孙权的使者嚎啕大哭 表示谢罪 曹修的间隙一看 有哈,头发都剪了 肯定是被孙权收拾的不轻 真的要投降 于是就回去把这一情况报告给了曹修 曹修又上报给了魏冥帝曹锐 曹锐一看,韩宗第二来了 立刻派出三路大军进攻东吴 第一路,曹修率领步骑兵十万向晚城进发 接应周防 第二路,张和带领关中精锐 处武官与司马懿一起 率军南下,攻打江陵 第三路,贾奎率军由西洋出发 进攻东关 当年八月,曹修率军到达石庭 才得知自己被骗 他十分生气 但仍然仗着人多向晚城杀了过去 并派了两路伏兵在左右保护自己 这时孙权也已经亲自率军到达了晚城 令陆勋为大都督,朱桓全宗为左右都督 各领兵三万迎击曹修 陆勋一到战场,就看透了曹修的计划 他立刻分兵三路,亲率中军 进攻曹修主力 令朱桓全宗从左右两翼包抄 灭了曹修的伏兵 曹修一看大事不妙,急忙退守石庭 哪想到曹修的命真本 当天晚上,曹军军营不知道因为什么事 又发生了夜惊,曹军士兵四处狂逃 曹修只好再次撤退 乌军正式掩杀,消灭曹军一万多人 缴获自重无数,并在甲石截断了曹修的退路 眼看曹修就要隔屁 甲葵终于率领冤军来了 原来甲葵到达东关之后 发现基北没有乌军 并对众人说道 贼兵在东关没有防备 肯定是在晚城集合部队 曹修深入与敌军作战 必定失败 于是甲葵命令诸将水卤并进 火速相动 刚走出两百里 甲葵就擒获了一个吴国人 说曹修大军已败 诸将听把各个心惊肉跳 有的人甚至准备撤退 但甲葵又说道 曹修兵败,道路断绝 进不能战,退不能还 正是生死存亡关头 恐怕支撑不到天黑 敌军因为没有后续部队 所以只追到了贾石 现在我们急速进军 出其不意 敌军见我军来到 一定退走 于是甲葵又加速行军 并在沿途设下了许多 景气战故作为宜兵 陆迅果然如甲葵所料 一看到曹军就撤去了包围 退到了晚城 曹修这才得意返回 但回去没几个月 曹修就被气得背部掌窗挂了 曹家又失去了一个军事顶梁柱 为司马懒日后夺权 减少了阻碍 当年11月 诸葛亮听说曹卫在东县吃了败仗 并且把张河调到了晚城 于是再次上书留膳 准备第二次备罚 丞相的这次上书不太出名 但内容和出事表一样 让人感慨不已 他说道 汉贼不两立 王爷不偏安 自沉到汉中一年多 赵云 杨群 马玉等老将已去世70多人 一千多名最精锐的骑兵 再过几年也要去世三分之二 到时候想打也打不成了呀 不去讨贼 大汉将亡 所以老臣要鞠躬尽力 死而后已 至于成败 臣也无法猜测 12月 诸葛亮到达陈仓 准备先拿下陈仓城 切断关中和梁州的交通 再去占领梁州 但看完好招 重新修建的陈仓城 诸葛亮不由的倒吸了一口凉气 先派好招的老乡靖翔 劝说好招投降 好招站在城墙之上喊道 魏国的法律 您是知道的 我的家人在洛阳为治 我深受国恩 民地高贵 只有必死决心 您让诸葛亮来攻城吧 靖翔达到 我有数万大军 您只有一千多人 兵重悬殊 不可抵挡 何必徒劳伤亡 好招回答说 您不必再说了 我认识您 我的剑可不认识您 靖翔只好离去 于是诸葛亮率领主力前来攻城 汉军先用云梯攻城 魏军就用火箭来烧 汉军用冲车攻城 魏军就用绳子系上石墨 土城上往下扔 扔完拉上了再扔了 汉军又搞了几部 一百多尺搞的升降车 准备从车上跳进秦舱 但好招又在城内 修筑了一道更高的墙 把汉军挡在了墙外 汉军见上面不行 优秀地道攻城 但魏军又在城内挖了条壕沟 进行拦截 双方你来我往 昼夜不停 砍了二十多天 汉军也没能攻进城中 而这是曹真右派废药前来救援 诸葛亮健壮 再加上粮食快要耗尽 只好率军而退 魏军急忙派大将王霜 率领骑兵追击 但诸葛亮早有准备 轻轻松松反杀王霜 在撤退的路上 诸葛亮又派大将陈氏率领军队 袭击了五度阴平二军 郭怀听闻火速引兵来救 但他登到五度 诸葛亮就率领着后续的大军 赶了过来 郭怀尝吸一口冷气 撒开鸭子 就又跑回了上规 于是诸葛亮顺利拿下五度阴平 然后退回汉中 这时东吴那边又传来了一条惊雷般的消息 孙权登基成帝了 不少人认为天无二日应该讨伐吴国 但诸葛亮力排众议 派使者与孙权结成联盟 并相互约定 灭了魏国之后平分天下 三国时代正式来临